大家好,我是丹丹 本节我们来分享什么是正确的清淡饮食 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,去医院检查 医生在最后都会反复的告诫我们 回家之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那么好多人总觉得清淡饮食就是 只吃素,不吃肉,稀饭,水果和蔬菜 这类吃的偏多 那么这种的饮食习惯在吃下来 我们身体会缺乏优质的蛋白质,铁剂和缺乏维生素 不是正确的清淡饮食 在医生的眼中,哪一类算是正确的清淡饮食呢 清淡饮食我们要注意三点 第一,低盐,低糖,低脂肪类食物 以及不要禁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第二,清淡饮食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 像奶,蛋,肉,水果,蔬菜,素菜,荤菜和水果呢 是一样都不能少的 只要控制好少油,少糖,少脂肪就可以 第三,控制好调味料的一个摄入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盐 每天呢,控制在6克以内 每天吃的油要控制在30克以内 每天吃的糖要控制在25克以内 以上这三条就是医生眼中的正确清淡饮食 您记住了吗 欢迎点赞和转发 让更多的人受益 谢谢 好看